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1号 星期五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 会先来和你关注一下 阿里拆分之后的新动态 也会和你一块来回顾一下 蓝色巨人IBM最近的业务表现 当然拥有大量数据的社交网站 和AI公司的关系 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 也就是周五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我们找咖啡编辑部的依凡 今天会来回答一位听友 蔡菜的投稿 聊到的是有关于 线下连锁照相馆的话题 不知道你是否去过 这些连锁照相馆 拍摄自己的职场形象照呢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的话 一定要听到最后 那就让我们继续用几条 商业科技清解读 打开前期的一天 河马明年有可能在香港上市 不过官方回应不做评价 4月19号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阿里巴巴旗下的河马先生 正在与中金 摩根史丹利等等 投资银行合作 筹备上市事宜 准备明年在香港上市 对此河马方面回应表示 对市场传言 暂时没有更多的评价 河马旗下的新零售商超 河马先生 创立于2015年 他们的首店在2016年1月开出 也被视作是阿里巴巴的 新零售样本 目前除了河马先生之外 河马还有河马X会员店 河马奥来 河马灵里等等 多种不同的业态 根据河马CEO侯毅发布的那部信 主力业态河马先生 在去年的销售额 同比增长超过了25% 实现了盈利 今年的3月 阿里CEO张勇发布全员信 宣布启动 一加六加N的组织变革 设立淘宝天猫 本地生活和菜鸟 等等六大业务集团 以及多家业务公司 具备条件的集团和公司 可以独立融资和上市 随后市场也一直在猜测 到底哪一个业务主体 将在分拆之后 第一个实现上市 3月底曾有媒体报道 菜鸟计划在今年赴港上市 对此阿里同样没有做出回应 MEDA继续裁员4000人 仍然在加注游戏项目 根据CNBC的报道 MEDA在这周三再次裁员4000人 主要是工程师和技术团队 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 MEDA最新的一轮裁员 预计5月份 还会有更多的岗位被裁员 比如说财务 法务和人力资源等部门 在去年裁员1.1万人之后 MEDA的CEO扎克伯格在上个月宣布 将在今年春天再裁减1万人 事实上 Google 亚马逊等一系列的硅谷公司 都在大范围的裁员 根据数据网站Layoffs的统计 过去两年之内 科技行业削减了超过33万个就业岗位 不过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 MEDA从事游戏相关项目的团队 被认为是目前唯一不会被裁员的团队 最近几个月 MEDA高管对于游戏的热情 也是越来越高 他们还在讨论如何将使命召唤 和侠盗猎车手这些热门的大型游戏 引入到自家的Quest的应用商店当中 IBM一季度利润超预期 IT行业需求保持增长 IBM在这周三公布了 2023年的第一季度业绩报告 公司的总营收是143亿美元 其中软件和咨询业务 同比都增长了大约3% 彭博的分析师认为 尽管经济的整体发展在放缓 但是IBM有庞大的软件产品种类 和多种不同的服务 尤其是高利率的软件业务 IBM的现任CEO是阿尔温德·科什纳 他曾经是云计算和认知软件部门的负责人 他在上任之后 简化公司的业务线 想让IBM在云计算的市场当中 更加有竞争力 为了实现转型计划 IBM也剥离并且出售了多项业务 科什纳对外表示 这一季度IBM的净利润之所以超预期 部分是由降低成本的措施所带来的 IBM可能会进行总人数 接近5000人的裁员 对于最近十分火热的人工智能话题 IBM表示 正在和花旗银行合作 通过AI来进行财务审计 Reddit计划向OpenAI等等公司收费 拒绝数据被免费使用 4月18号 美国社交媒体Reddit宣布 将向使用了自己网站上的数据 来训练AI聊天机器人的公司 收取数据使用费 比如说微软 Google和OpenAI等等公司 Reddit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 上面有大量用户沉淀的优质内容 此前训练大模型的公司 利用Reddit开放的接口 下载并且处理论坛上的内容 并且把这些免费的数据 用于各自的大语言模型训练 OpenAI的ChatGBT和Google的Bar 都使用了Reddit数据集 Reddit这家公司成立于2005年 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平台广告和电商交易 经常被称作是美国版的百度贴吧 今年2月有传言Reddit正在为上市做准备 预计下半年将会启动IPO 估值是150亿美元 目前Reddit还没有公布数据的收费标准 但表示会根据规模和需求 给出不同的价格 眼下已经意识到数据价值的公司 不只是Reddit 图片托管服务Shadowstock 已经把图片数据出售给了OpenAI 上个月马斯克也表示 调用Twitter的API接口 需要几万到几十万美元不等的费用 特斯拉上海工厂发生事故 马斯克回应工人工资被扣 根据财新的报道 特斯拉上海工厂在今年2月 发生了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一名工人在事故当中身亡 而到了上周末 自称是上海工厂的工人 在网上发布了维权信息 表示特斯拉以2月的安全事故为由 扣除了每个一线员工 2000元的绩效工资 马斯克在推特上也回应了 媒体的相关报道 表示正在调查扣除工资的事件 根据36克的报道 特斯拉上海工厂一线工人 每个月平均收入接近1万元 全年17薪 但是也有消息表示 每月的实际收入只有7000到8000元 特斯拉美国工厂的工人 最低年收入约和人民币27万 平均下来每个月大概是22000元 柏林工厂工人的最低月薪 大约是26000人民币 但还是比其他德国制造业工人 要低20%左右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在一条小小的早咖啡动态之后 马上和你一同走进到 每周五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嗨你好呀我是孟一 今年的地球日 生动活泼和好朋友Bottle Dream 将会在上海的线下空间共同策划一场展览 在这场展览当中 现场的小伙伴可以用一种更具有体验性的方式 在一个小黑屋当中来收听声东击西 专门为地球日准备的一期节目 活动的时间是在4月21号到5月21号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击本期节目的show notes 也就是文字简介的部分 来查看展览的地点和更多的活动详情 好了 早咖啡小动态就到这里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 不久前我们的听友蔡蔡给我们投稿 聊到了自己去一家连锁照相馆 拍职场形象照的体验 通过蔡蔡的描述 我们感觉到好像她的这一次拍照体验 并不是特别理想 而且感觉价格还比较贵 所以她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类照相馆的定价并不便宜 到底谁在买单呢 那下面的时间我就把话筒交给伊凡 听听看她给蔡蔡的回复吧 哈喽我是伊凡 我们的听众蔡蔡给我们投稿说 她在上周去了一家连锁照相馆 拍职场形象照 发现这个照相馆居然没有摄影师 它只是站在一个固定的机器和灯光下边 然后由在场的化妆师按下按键 就完成了整个拍照的过程 她说现在照相馆的人员精简到这种地步 实在是有点太狠了 拍一次本来就不是很便宜 而且还没有摄影师 她大概以后是不会去了 蔡蔡的经历其实还挺典型的 是目前线下照相馆正在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 这类新式的照相馆是怎么活起来的 传统的照相馆或者说影楼 一般拍摄的是有特殊意义的照片 比如说婚纱照 全家福等等 不同摄影师拍出来的也不太一样 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证件照 早期的证件照几乎是每个人的一段黑历史 和这些传统的照相馆相比 像海马体 天真蓝 这样的线下连锁照相馆 主打一个简单轻量 比如说通过搭建线上预约系统 在服务的过程中不强制推销 集中培训 保证出片的水准等等方式 让一张质量不错的写真照 最快在几十分钟之内就可以送到客户的手上 目前这种新式的照相馆越来越多 除了提供类似服务的新品牌不断出现 头部的公司也在快速扩张 以国内最大的连锁摄影品牌海马体为例 根据玩店的报道 2014年成立的海马体 目前在全国有560家直营店 一年的营收规模在20亿元左右 近几年也一直保持着盈利的状态 尽管在去年受到了疫情管制的影响 海马体最多曾经有20%的门店都暂停营业 但是他们仍然在去年一年内新开了60家门店 并且今年计划再开80到100家 就像我们投稿里提到的 这类照相馆的定价其实并不便宜 和普通的照相馆里 一板一寸证件罩收15到20元相比 海马体们的证件罩价格几乎在10倍往上 那么到底是谁在买单呢 根据另一个连锁品牌天真蓝的调查 主要是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 在一二线城市的女性消费者 接下来的问题是 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买单呢 首先效率高服务更好 一些品牌还能接受反复多次的修改 其次这些品牌充分挖掘拍照的仪式感 推出了生日照 清婚纱 宠物照 国风照等等类型 这些装造不仅服务 还是很难自己来配置 最后呢 新式照相馆产品的迭代特别快 比如海马体为了尽可能给用户更多模板 从一年四个产品发展到一年会研发 400到500款产品和风格 此外他们在社交媒体 比如说小红书上的营销力度还是很大的 和KOL或者艺人合作 吸引粉丝来拍摄和艺人同款的模板 类似的营销方式已经让古早的大头贴 乘着KPOP的热潮在韩国重新火了起来 不过无论怎么讲话和标准化整个过程 快速扩张中保证出片的效率和质量 还是不太容易 网络上有不少吐槽 比如说修图修到千篇一律 几乎就是换一张脸上去而已 由于一些门店的人手有限 但是到店的客人特别多 还出现了那种化妆排队几小时 拍照十分钟的情况 所以为了守住一定的效率 质量和成本 一些品牌会选择把能标准化的标准化 比如说灯光 然后尽可能地去掉标准化之外的配置 我想这会是一个趋势 而且在AI大爆发之后 我们以后可能都会无法确定 到底是人还是电脑 在完成修图的环节 这样看来摄影的标准化 无人化的程度可能会更高 好的 感谢伊凡的回复 同时也再次感谢蔡蔡给我们的投稿 如果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有些什么样的好奇心发现 欢迎你给我们投稿 希望很快我们就能够听见 或看见你的咖啡豆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周一再见了 拜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伊凡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Auror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